週一的紙賽會議就開始 第一個是共享衣櫥 共享衣櫥是我提的 然後就是... 卸閃 然後就隨意捏著 沒有 沒有 好不重要 景美操盤中心 景美操盤中心 六 六 所以這是怎樣 景美操盤中心 就我們之後景美改成操盤中心 以後大家就來這邊操盤 就是 我們公司要操盤賺錢 不要再搞那些 沒有營養的實驗 那後面要寫什麼 黃鼎文會負責沒有營養的實驗 那我們其他人就來加入這個 操盤大軍 事實的目的 事實的目的就是 要幫公司還貸款 我們的目標就是一個月 150萬的績效就好 這個沒有很高啦 本金多少 應該可以用個五百萬來做這個 所以本金五百每個 七百五會被搶走多少 會被搶去什麼新加坡 所以就是你五百萬 每個月要做150萬的績效 就是如果你一個月賺不到150萬錢 你的錢會變少 那時候不會突然 他先骰先骰 好像目標定的太小了 應該就要每月翻倍 翻倍 五點比較像 不然我們不要翻倍 我們就是每月穩定賺五百萬 就好 每月穩定五百萬 五點一樣 我們打對折兩百五 一個月賺兩百五 一個月賺兩百五 賺五十八 一馬你接一下 一點 太少了 被骰子制裁 足夠亂花的錢 足夠亂花的錢 賺到足夠亂花的錢 他不要人我們也不要 沒有 沒有啊其實就是 實際上做怎樣就怎樣 好那實際上做怎樣就怎樣 就不能定目標其實這樣 不是 一點 一點不行不行 就是要有目標 你要有目標 目標是要抄到某個數字 每個月固定的某個數字 也不是 兩點 是不是跟某個金額是連動的 就是跟某個金額是連動的 對 六點 所以要跟什麼連動 所以現在有個目的嘛 比如說什麼 代款家全資股東薪水加執照 全部的福利 還有加執照 執照福利 執照福利 五點很近了 不需要還錢資訊 要那個後面三個 全資股東薪水 然後執照福利跟執照薪水 確實嗎 這還錢應該是皇帝文的事吧 對還錢是金魔槍的事情 我們不管 其貨貨貨們為什麼要管金火金 沒有事情 傻眼 好 這個你不該管金嗎 好 就是剛剛那一串就是 全資股東薪水加 執照福利 執照薪水 嗯 不行啊 兩點而已 新的這筆貸款 一個月大概要還50萬 就每個月賺50萬以上就可以 好所以50萬以上就好 兩點不行 沒有你不加全資股東薪水 你就不會有人去認真做 因為超排都是全資股東 發現超了一點不要薪水 超屁 超了 好幸運我還扣壓薪水 對啊 到底了 到50萬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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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50萬再加上全資股東薪水 再加 執照的福利跟薪水 三點 還是就是 還是就是 執照不管 執照要來超才有 沒超不管 五隊 那個 那我知道 搞不定 趕快扯一下 又來 操 他的 全資股東 就是 我們沒超盤的全資股東 不管 沒超盤就自己去幫吉某一下 讓黃帝我們發你 對吧 像投你黃帝我覺得你會發嗎 所以OKOK 所以就是有超盤的人 對對對 就是50萬加有超盤的人 的薪水 不管是全資股東或是執照 本來就是有超盤這樣 有超盤的人 合力 五點 那可行進 是有辦法這麼多人一起操作同一個帳戶嗎 其實你們可以一堆人想策略 然後我們就 而且其實我覺得我們不見得是要抄帳戶 我們可以就是想策略 然後 跑回側 然後 或者是每個人就是 那個提一個程式策略之類的 那是什麼 賠錢的不罰 沒有不能賠錢不罰 賠錢不罰 那我就不要做幾位 不是啊就是 只有賺錢的 那你才有啊 沒有啊這樣 沒有道理啊 就這樣 就會有人一陪然後就擺爛 因為擺爛 因為擺爛 因為你要賺一塊錢才有 因為你要賺一塊錢才有 對啊你要賺一塊錢就夠了嘛 然後就貝貝拆平吧 這樣太行 一直澳洲賺為 公司破產之前我都會繼續熬 對 對 自動之前不夠 不是我就不贏 不是卡不住我就讓他回檔啊 確實啊 這目標太困難了 好 賺到可以養活整個火星集團的錢 可以 可以給我六點嗎 沒有 我是隨便問一下 一 不要給你六點 不要 不要 這個數字我們現在還不知道 跟什麼有關 下週待一 14點 還是可以知道 只是要跟朱定業講 貸款理由 其實最後全部都會拿去還貸款 你是說就是最後還是都會被貸款吃掉 事情目的是要還貸款 可以承扯度嗎 沒有不是 四點 只還銀行的貸款 不還 朱定業貸款 你說他把他拿去把銀行還一還 然後就 可以倒朱定業的賬 對啊 因為朱定業本來就是 他是跟你買貨 然後叫你要把它高價買回 那你就說 幹老子為什麼要買這麼貴的金魔槍 或以受出 蓋不退 他們自己跟我們買那麼多金魔槍 我也覺得很驚訝 所以今天是這樣 今天是這樣 所以他的那個明目就是說 我先跟你買一堆槍 然後你之後再慢慢跟我買回原槍 那個發票是在那裡開的 就是會用那邊開一個發票 沒有他們就真的會買 只是他沒有運輸 因為他說你們幫我倉圖一下 就放在你們家倉庫 只要還銀行貸款 三點不是 跟金魔槍有連動嗎 我們先一個一個排除 金魔槍是否有連動 五點 平下沒好 只要養活現場 現在在現場開會的這些人 一點 不對 我知道了 就是 我們剛剛不是只有 五十萬家有鈔的人 錢加工本資金 對啊 那我們現在 能只還銀行貸款 這個就已經不通過了 所以租立業的錢還是得還 要還租立業的錢 加銀行貸款 再加 有鈔的人 加工本資金 對 他現在意思是要還所有的貸款 加上薪水 不是要還 是要賺到那麼多 我知道啊 這樣的話可能會加起來 會是一個 兩百萬左右的數字 五百算兩百應該是一個 做得到的數字 好